对于目前紧急情况 我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筹备拍卖会 把公司积压最厉害的500吨进口油漆 拍卖出售 蒋经理 你负责广告设计 国内部海外部负责发函到油漆大户 魏主任 你负责通信联系 好 晋哲你监督 另外海外部积压的物资 全要打爆出售 立即执行了 于老头这招够老练 我们的办法还是如影相随 拍卖会不好应付 如果近拍的客厂多 价格就会被抬起来 原权公司遭受的损失 就不会太大 那你有什么办法 你们公司可以适当地储存些货物 或者跟踪某些类似的货物 我这边一旦有了准确的信息 或者 如果有大客商啃出大价钱 你就可以突然杀出来 以较低的价格出货给他们 到那个时候 这个拍卖会就形同虚设了 李总 参加拍卖会的人很多 我们光参拍的保证金 就收到了四百多万 还有很多人打电话 花传真来 要求参加拍卖会 我估计这次拍卖会 会超过我们的预期值 有盈利的可能 那就把库存的货物 打包上会 魏总 拍卖会的势头极好 基本报价已经有本 几家大人代表 他们的情况和报价 请看我发给你的电子邮件 辛苦你了 你那边货物跟踪有情况了吗 全部在掌控之中 我们马上就给他来个武力抽薪 好 魏总 情况有些不妙 好几个最大的竞拍商 突然退出了拍卖会 抽回了拍卖保证金 怎么会是这样呢 还有几家也有退出的迹象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亏定了 可是我们已经骑虎难下了 想尽一切办法 返回客户 不惜一切代价 好 现在我下令 吞下实现跟踪的所有货物 请起来 大咱们好 大咱们好 好 余总 余总 情况非常不好 发传真打电话的客户 没有一个前来报到 余总 参与近拍的客商 一大半撤资出局 拍卖会将十分冷清 发布公告 取消拍卖会 取消拍卖会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是一件很大的事 但是必须取消拍卖会 可是那些客商 还没有完全撤走啊 那也得取消 您这意思是 让商品继续积押 我们没有积押商品啊 我们现在是 没东西可拍了 我不明白 召开干部会 在会上你们就明白 什么叫没东西可拍了 所谓的无物可拍呢 就是我们公司 积押了大量的物资 在拍卖会之前 就已经被人买走了 林经理 你的货卖给谁了 恒通公司卫章 周琦二经理 你们的货又卖给谁了 恒通公司卫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所谓的拍卖会啊 只是个幌子 我们的目的是 要引卫章出手 来的众多客户呢 都是我们请来 助阵的朋友 保障金 也是我们账上 仅存的一点流动资金 这个幌子 让卫章的眼睛 和大脑都混乱了 现在的局面 整个颠倒过来了 恒通公司 积押了大量的货物 我们呢 回收了大笔资金 静政 唐姐 你们坑苦了我喽